演变 男人一人一匕首 便将数尾西装暴徒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这个如沙神一般的男人叫米树 而他能来到韩国全靠一艘漂流船 在某天早上 一艘似乎无人驾驶的商船随风飘荡 出现在韩国的海域上 到了这会儿 其他的渔船都已经返回港中 这艘突然冒出来的船只 让渔民都疑惑不已 甚至在联系后都是无人回应 众人认为应该先把船弄回来 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 船靠岸后 谁都没有在船上找到人 根据以往的情况 这艘船被认为是偷渡船 不过很快 有眼尖的人就注意到了血迹 从驾驶室到甲板下的货舱里 紧接着有渔民打开了盖子 顷刻间一股恶臭袭来 里面有一个流了不少血的尸体 和一个不知道身份的男人 有人推测正是这个男人吃了旁边人的血肉 才能苟活到现在 男人名叫敏硕 为了活下来 只能用这种方式 来到韩国后 敏硕投入到江陵某个帮派门下 此后又经过十年的打拼 以其做事残忍 杀伐决绝的性子 在这一片打出了名声 再后来敏硕自立门户 管理一家收债公司 对于敏硕这样的枭雄 这点东西是满足不了他的 紧接着 韩国要举行一场冬奥会 如此一来 奥运会度假村的项目 变成了一口肥肉 各大帮派都想把它一口独吞 眼下 静谱帮派的吴会长 拥有度假村最多的股份 为了经营这里 吴会长也是下了大力 除了砸钱 构建装饰外 吴会长也花了大量时间 在此人之下 持有股份的 就是敏硕的前帮派 由花袍引领的青松帮派 敏硕要拿下这个项目 就得来会会自己的这个老大哥 在此之前 他找了一个欠债的年轻人 在七百万的高利贷下 年轻人只得把命卖给对方 为敏硕做事 随后 敏硕同年轻人来到了花袍的住所 他也不说废话 直接告诉老大哥花袍 自己想买江陵度假村的股份 花袍也是见过世面的 他很快就听出对方话语中的威胁 这让花袍十分不爽 便仗着自己老大哥的身份 对敏硕展开言语攻击 在花袍看来 倘若没有他出手提携 对方现在指不定是什么样子 敏硕猜懂得猜得出来 花袍的态度 于是为了争夺度假村的项目 他直接拿出了藏身上的武器 趁对方意识还没反应过来 挤刀下去 花袍就丢失了性命 在确认此人死亡后 敏硕进一步干掉了一旁的秘书 最后 再让那个欠自己钱的年轻人 在这里等候警方的到来 是的 只要他替敏硕定罪 两人之间欠下的债 便一笔勾销 对于敏硕来说 此次战果非常丰厚 花袍在度假村的那些股份 全被敏硕一口吞了下去 在搞定自己的老大哥后 吴会长就是敏硕下一个 要解决的对象 此人现在是威风 比不过当年 但势力仍不可小觑 只不过是年龄大了 想过几天安省日子而已 他还计划在家中种种菜 陶冶一下自己的情操 很快 一个叫及时年轻人 来看望吴会长 作为对方的得意门生 在见到吴会长后 及时问对方 为何要种这么多菜 吴会长表示 自己也吃不下那么多菜 其他多出来的 就可以拿去送人 吴会长有自己的生存哲学 就是人要量力而行 不能贪多 只有知道自己能拿到多少 才会爱护剩下的东西 及时听明白 但没完全听明白 只能先附和老大再说 之后 在及时小弟冬酒大喜这天 他别出心才搞了个花样 叫人把挖掘机弄到海边 再把冬酒绑在上面 让他在朵朵浪花中 向妻子告白 就在这时 有人向及时传了消息 打断了他的兴致 要是一般事 及时也不在乎 可这次 是有人在自家地盘 稀释面粉 对于面粉 吴会长可是三令五身 明令禁止 来处理此事的曹警官 跟及时是多年的好友 可他依旧警告对方 以后不允许再有这种事情发生 曹警官离开以后 及时直奔案发现场而去 看到了这些醉生梦死的隐君子 还有人想和及时过过招 被下属直接拿下 这里的地盘 有邦内唐主德九负责管理 此时让德九和及时产生了间隙 德九认为对方动了自己的地盘 及时则指责德九破坏了规矩 德九说他对此事毫不知情 可及时没那么容易让他过关 眼见越聊越激动 另一位唐主老崔 赶紧给他们降温 可即便如此 对方都不肯让步 眼见处理不好就会出乱子 就在这时 吴会长驾车来到了这里 三人赶紧毕恭毕敬 听后指令 老大入席 吴会长先是批评德九 面粉是自己不允许的事情 他怎么能明知故犯 在批评及时太过自我 此事不应由他擅自处理 于是在吴会长各打五十大板之下 大家也都没了脾气 此事也就到此为止 在吴会长这个分堂下 及时排名老二 可明眼人都能看出来 吴会长到底其中谁 到了现在这个时候 帮派不能像过去那样发展 而是要赶紧上岸洗白 度假村项目 就是吴会长用来帮自家洗白的工具 眼下 吴会长已经在逐步退居幕后 至于度假村项目 就有及时全权处理 及时 却觉得按照唐主地盘来看 此事该有德九来处理 可吴会长已经拿定了主意 及时也只得听命行事 与此同时 清府帮派诸人认为 老大花袍的子和敏硕脱不了干系 大伙都不傻 哪有凶手的债主 跟此事无关的 更何况 敏硕还收购了老大的股份 要不是眼下没有证据 敏硕早就被邦内处理了 不过他并不在乎这些事 眼下 花袍的度假村股份 已经在自己这里 他的目标只有一个 就是想办法将度假村 全部拿下 这样一来 跟静谱打交道 才是头等大事 最后 敏硕用谈生意的路子 和吉时在海边 坐到了一起谈判 红文帮派人士 吉时也对此人的风格略有耳闻 这让他更加讨厌对方 尤其是 得知正是敏硕 把面粉卖给得久后 敏硕表示 眼下他作为度假村的二股东 一起合作也是应该的 谁承想 吉时一点也不给面子 还表示 绝不和弄面粉的人一起共事 在吉时看来 这个二股东没有任何作用 因为自家站的股份比重太大了 除非他的家底 能把这边所有股份拿下 谈判就这样走向破裂 敏硕也不是一个客气的人 将烟插入汤中 直接离开了海边 危险很快就要来临 可吉时毕竟没有和对方交手过 压根没有一点危机意识 在吉时看来 此等人虽然麻烦 但最好还是不要去交热 不给己方徒增事端 除了敏硕外 还有人想要同吉时合作 此人就是轻松帮派的新老大朴哥 在朴哥看来 就是敏硕干掉的自家前任老大 他想和吉时合作 两家联手 共同解决掉敏硕 可吉时同样不感兴趣 因为他认为对方也是无能之辈 连自家老大都没有保护好 朴哥也是体面人 知道对方的态度 便没有再说什么 没多久 东九正式结婚的日子到来 就连曹警官也过来贺席 谁常想 唐主德九却过来砸场子 他装作没看到吉时伸手示好 便开始破坏婚礼现场 还借机对东九进行预言攻击 德九之所以如此不给面子 是因为他不爽及时抢走了 该是自己负责的度假村项目 吉时搬出了吴会长 可德九依旧是毫不在乎 就在双方陷入僵局时 东九的新娘跑了出来 对着这帮人一顿输出 吉时不想事情闹大 便没有说什么 德九也知道自己理亏 在扔下分子钱以后 就离开了现场 可德九并不会善罢甘休 他来找老崔诉苦 可老崔也是人惊 绝不掺和尽别人的事情 即便是德九搬出度假村一事 老崔也毫不在乎 他直接表示 既然会长决定了 他也不会有什么意见 德九见自己碰了一鼻子灰 便扭头就走 不过老崔还是提醒他 在台风将要到来的时候 最好不要出海 可德九已经丧失了理智 他哪里还有心思 去分析对方的意思 与此同时 英子也找到了敏硕 因为他也欠了对方高利贷 为了还债 他只能和敏硕发生了关系 出人意料的是 在两人长时间的接触中 英子对敏硕产生了好感 只是英子没有想到 敏硕让他一次性还清债务 至于用什么方式 他自有安排 随后 敏硕带着英子来拜访吴会长 可吴会长正忙着受辣椒 而且对方也没有和自己打招呼 这让他十分不爽 敏硕为了讨好吴会长 便自己上前帮忙装辣椒 吴会长也是见过 大风大浪的人 他对敏硕的凶残 并非一无所知 倘若不需要和对方打交道 吴会长就想办法不接触此人 可敏硕却问对方 是否曾置人于死地 不过吴会长表示 即便自己杀过人 那在杀一人和杀一百人之间 也是不一样的 可就在此时 敏硕拿出了一把刀 趁着吴会长没有防备 敏硕直接给对方来了一刀 吴会长想要反击 可他毕竟年事也高 在打架动手方面 早就不是敏硕的对手 吴会长虽然受了重伤 可他还是斥责敏硕 这种下三滥的手段 直到被敏硕一刀封喉 终结了性命 在见识到敏硕的真面目后 英子被吓得泪流满面 不过敏硕并不在意 在他的计划里 英子就是要替自己顶罪的 没多久 吉时就知道了吴会长的死讯 他直奔警局 找到了正在接受审讯的英子 他把英子按到墙上 质问对方是受谁的指示 可英子却咬死了 是自己所为 这让吉时大为恼火 眼见局势就要失控 警察赶紧拉开了吉时 吉时怎么也想不到 辉煌了一辈子的吴会长 就这样屈辱地死去了 还是死在了一个 没什么名气的女人手里 可会长终究还是死了 三位堂主一块安葬了他 自家的老大就这样死去 三人认为必须找出真凶 好在有曹警官的帮忙 英子的底细被查得一干二净 此人身上有巨额的债务 至于讨债的人 则是敏硕 吉时认为 老大的死亡和此人脱不了干系 曹警官希望他们冷静 可得久却怒气上头 认为他们不能什么都不做 为了拿下敏硕 三人决定和警方通力合作 他们抓住了敏硕的三位亲戚 在一番严刑拷打之后 再辅助以人文关怀 这几人直接叛变 交到了敏硕面粉交易的时间地点 而后这一消息被传递给曹警官 请警方出马来收拾敏硕 很快警方的人一路进行跟踪 一路对敏硕进行监控 只要等人脏巨货 他们就可以抓人了 除此之外 及时的人也在等候指示 不过敏硕的手下也不是吃干饭的 他们也发现了警方的跟踪 便立刻通报给了老大 可敏硕却稳坐钓鱼台 一点也不担心 还让手下继续行动 曹警官的手下很快到达交易地点 虽然交易的人甩掉了他们 可最终还是被警方堵住 并抓不起来 曹警官一副轻松写意 以为自己即将取得胜利 不承想 对方只是在交易茶叶和咖啡豆 根本没有面粉和钱 警方还遭到了敏硕手下的嘲讽 而事情之所以会变成这样 是因为敏硕使用了瞒天过海 真正的交易地点不是这里 而是在途中的加油站 敏硕的手下在加油的时候 就已经同加油站的工作人员 完成了面粉交易 就这样敏硕不但完成了交易 还骗过了曹警官 另一边 德九知晓了警方的行动失败 此刻的他认为不能依靠警察 只有帮派的力量才能为老大复仇 他呼啦啦召集了手下 就在德九准备出发时 老崔却坐在位子上 一动不动 德九问他这是何意 突然间屋里的灯光被熄灭 一群穷穷极恶之徒瞬间冲了进来 和德九的手下打了起来 这时那位一动不动的老崔却拿出了匕首 德九这才明白 他们的帮派里真的有内奸 而且还是年岁最大的老崔 对方也没有跟德九废话 直接捅了对方几刀 德九的小弟还在做殊死抵抗 可他们并不晓得 自己并没有活路的机会 与此同时 敏硕的人马也十多武器出发 静谱帮派所有的厂子 都被这伙人一一拿下 静谱帮派的人没有准备 很多人稀里糊涂的就失去了 才结婚没多久的东九 拼尽全力和他们抗争 只是他并不擅长打斗 被敏硕的亲信卷毛制服后 挑了脚筋 德九这里 被捅了树道的他并没有彻底死亡 他拼尽最后的力气 给吉时打去了电话 另一面的吉时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不等他继续询问 对面的德九便断了气 此刻的吉时还没反应过来 不过下一秒 敏硕的副手便找上门来 此人十分能打 但下车后 他直接一刀刺向了吉时 可即便到了这个地步 吉时的身体依旧十分扛打 在被刺伤后依旧能展开反攻 在乱斗中 那位副手又给吉时来了一刀 这次是自己跟班松平帮忙 让吉时捡回了一条命 最终二人大难不死 为了活命 吉时只得先隐姓埋名 再图后世 这场争斗 吉时等人为老大复仇计划开始 以静谱帮完败而结束 敏硕是这晚最大的赢家 他直接就成了度假村的实际化之人 曹警官也知道此人罪恶滔天 奈何他没有任何证据 在之后的会面中 曹警官夸耀敏硕的手下过于忠诚 敏硕没有赞同也没有否定 不过他希望对方知晓 吉时的下落后一定要告诉他 因为度假村此刻最大的股东 依然是吉时 没多久 吉时便出现在一处码头 此刻的他十分低调 显然没有了过去的帮派 吉时返回后的第一件事 便是祭拜吴会长 他在老大的墓前发誓 自己一定会干掉敏硕 为死者复仇 与此同时 曹警官为了找到敏硕的罪证 刻意来监狱见英子 英子也知道对方的来意 便试图对之前的事情避而不谈 可曹警官却表示 只需要英子翻供 其他的事他自己来处理 谁知英子却认为 就算是自己这次帮了警方的忙 恢复了自由之身 对方的势力也不会放过自己 让他隐姓埋名地活下去 倘若这就是结局 他还不如牢底坐穿 什么话也不说 还能换来狗活的可能 曹警官还想继续劝说对方 敏硕是一定会被惩处的 但英子却不以为然 另一边 值得意满的敏硕正在俯瞰江陵 不过这件事却出乎他意料 当初逃之夭夭的吉时 现在居然会主动来找自己谈判 两人还是像上次那样 来到海边饮酒聊天 吉时表示 他们可以合作管理江陵 大家各自负责各自的 然后公开对账 敏硕把对方的话当儿戏 可吉时却不像是在开玩笑 不过这些并不重要 对于现在的敏硕而言 同吉时合作没有一丝一毫的利益 于是 敏硕否定了对方合作的意愿 这让吉时瞬间明白 自己是没有条件和对方谈判的 在这次会谈结束后 曹警官找到了自己的好友吉时 他请对方千万不要冲动 做出一些不理智的事情来 曹警官是真心拿吉时当朋友 只是他是警察 这个身份限制了他太多 可即便如此 曹警官还是希望这件事 能由自己去处理 可吉时却一点也不信对方的话 不过对于他而言 此刻的吉时和静谱帮 已然没有多少势力了 倘若要想跟敏硕决一刺熊 那么就得去拉拢其他帮派的人 很快 吉时便找到了轻松帮派的老大朴哥 谁曾想 朴哥却觉得此刻的吉时 没多少势力 便对吉时冷嘲热讽 吉时没有反驳 他提出两人联手 这样他们就可以一起 为自己家的老大报仇 可朴哥却还是看不上对方 跟敏硕开战并非是一个划算的主意 更何况 他就是打生打死 也就是成为一个第二大股东 这买卖划不来 此言一出 吉时便知晓了自己该怎么做 他表示只要能完成复仇 这度假村的第一股份 自己可以不要 等敏硕死亡的那一刻 就由朴哥来做这度假村第一股东 听到这里 朴哥终于露出了满意的神情 同意和吉时组成联盟 随后 朴吉二人就派下属来到了度假村附近 挂上了公司的招牌 敏硕很快就知晓了这件事 眼看这主书的鸭子很可能就要飞走 他自然不会善罢甘休 与此同时 吉时来拜访帮派的叛徒 老崔 对方没有直接说自己叛变的原因 而是聊起了度假村 因为在这里修建一个度假村 是他多年来的努力和梦想 虽然老崔平日里不争不抢 但暗地里已然盯上了度假村 当吴会长将股份给了吉时后 便注定了他会投靠敏硕 背叛帮派 吉时希望自己能听到对方的道歉 可老崔却一意孤行 并不打算为过去的事情忏悔 既然如此 吉时也不再讲什么兄弟情面 直接离开了这里 老崔也没有想到 自己的贴身保镖走在暗地里成为了吉时的人 下一秒 保镖便送老崔去见了上帝 当天晚上 敏书的副手带着手下 来到了那家刮了牌的公司 他们很快就发现这里空无一人 便知道自己上当了 就在这时 吉时的跟班松平来到了这里 副手此刻才注意到 房间内被倒了一地的汽油 接下来 松平只需一根烟头 就让这里在青客间变成一片火海 吉时的人关上公司的门 想要将对方的人马堵在里面烧死 谁承想那位副手还是本领高强 硬生生从里面逃了出来 松平拦住了手下 上次他和吉时就是差点被此人干掉 这次他要亲自给对方一点颜色看看 松平先用棍子把副手打倒 紧接着副手掏出匕首 一番打斗后 刺入松平的肩膀 松平恼羞成怒 他使出了全部力气 将对方打得再起不能 只能在临终前感慨一句 自己树敌还挺多 在将死的副手眼里 自己走到今天这一步 不过是在时代的洪流中随波逐流而已 松平也是留下了一声感慨 没多久 朴哥就知道了这件事情 他告诉自己人 只要敏硕一完蛋 他们就干掉吉时 谁也不知道 此刻的朴哥 已经同敏硕的亲信卷毛 达成了合作 两人计划着干掉敏硕和吉时 就能将度假村占为己有 就在他们商量着 怎么干掉吉时的时候 对方却也在思索 如何解决他们 很快 吉时的手下东九 便率人盯上了二人 没费什么力气 朴哥便为这伙人给干掉 卷毛也受了很重的伤 东九决定亲自干掉此人 以报自己被挑尽之仇 那时的卷发有多猖狂 现在就有多狼狈 在卷发的一声声求饶中 东九解决掉了此人 另一边 松平的人也很清楚朴哥的德行 便先下手为强 非常轻松地解决掉了朴哥的手下 而这一切 都是及时早已预判了对方的动作 为了赢得最后的胜利 就必须抢在对手翻脸前 先解决掉他们 接下来就是向敏硕发起攻击了 不过曹警官快人一步 向敏硕展示了缉拿他的拘捕令 即便如此 敏硕还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他问曹警官 把自己拘起来 就能防止及时复仇吗 两人之间的战争是一定会收尾的 没多久 及时和他的手下 就拦住了曹警官等人的去路 见此情形 曹警官也只得下车 同好友聊一聊 此时的及时已经不再相信法律了 更何况 他知道曹警官现在并没有拘捕令 可到了这个地步 曹警官是不想让及时杀人的 他告诉及时 倘若一定要带走敏硕 那就从自己身上踏过去 及时见曹警官打定了主意 在思考过后 他还是选择了退步 让自己的手下放曹警官的车过去 可麻烦的是 敏硕听到了两人的全部对话 便知晓了曹警官给自己看的拘捕令是假的 不过曹警官没有究竟这个问题 他告诉敏硕 今后离开江陵去首尔 再也不要想回来的事情 可曹警官也低估了敏硕这个人 下一秒 他就拿出藏在身上的匕首 快速刺伤了两边的警察 还给前座的司机来了几下 并最终导致车子失控 在撞到障碍物后翻了车 敏硕率先从车里爬出来 很快 他就看到了等候着的及时等人 即便是到了这一步 敏硕也心如止水 没有一丝一毫的情绪波动 曹警官是第二个从车里出来的 他告诉敏硕不要过去 可对方却认为 自己今天就算逃了 及时也不会放过自己 也就是说 在今天这个场合 只有死一个人才能终结一切 于是 敏硕便朝及时的人马杀了过去 他手持一刀 跟及时的手下陷入混战中 作为打斗中的好手 敏硕能在这么多人中不落下风 虽然自己也受了重伤 最终还是杀得及时的人大败 此刻 浑身是鞋的敏硕已经没了力气 任由及时舒舒服服地制服住他 及时告诉对方 不要为今天的下场而后悔 可敏硕却表示 自己的今天就是及时的明天 最终 及时解决了敏硕 完成了自己人格上的蜕变 也终结了这场帮派间的斗争 事后 曹警官缓步向及时走来 面对这位多年的好友 及时问对方 是否要把自己抓进监狱 不过曹警官什么也没有表示 任由及时离开了现场 但一切尘埃落定后 及时获得了度假村的全部股份 可走到今天这一步 及时已经失去了太多 看着江陵这片海域 一切已经回不到过去那样子了 影片就此落下帷幕 电影《江陵》是韩国典型的帮派电影 就连人物的性格特征 也多少能看到过去电影的影子 总结下来就是 在帮派这个修罗场 老式的传统的 坚守自己心中道义和理想的这批人 是第一个被干掉出局的 不过此类人在死亡之前 已经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 培养了新时代的种子 传统的帮派方式 终将会被历史淘汰 顶替这些老一辈帮派的 是新一辈的少壮派 他们够狠够强 心中从来没有道德和底线 只凭一股冲劲和勇力 便将老一辈帮派的秩序 打破七零八落 在对方的新人还没有成长起来之前 这种人是无敌的 他们能用自己的方式取代老人 可暴力并不能带来稳定 一个无序的世界 就此诞生 而受过老一辈教育的新人 很难在新的体系中 找到自己的位置 那么 他们也只能用自己的方式 去推翻那些少壮派的体系 而这些新人怀揣对老一辈的敬佩 逐渐有了他们的手腕和力量 但此类人和老一辈是不同的 因为他们所要学习的对象 除了老一辈 还有那些少壮派 也只有这样 他们才能取得胜利 建立一个新的帮派秩序 然后 周而复始 直到新的挑战者出现 迎来属于自己的宿命